要我来对你这么可怜 学员不要谢我 还可以主持人吐槽 好 来 帅杀 大家好 我是肖欣妮 今天是寻找新生意的大决赛 我们帅杀从海选到有人被淘汰 一直到今天 2022广播之星即将诞生 跟我一起去见证吧 今天晚上一共有两个回合的考验 第一回合叫做不土不快 那只有能表现最好的两位新学员 可以成功晋级下一个回合 措手不及大考验 恭喜霆锋 还有霆锋 好的 在这里我们有霆锋 以及霆锋 恭喜两强 谢谢 现在心情如何 因为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阶段 就是有一种毕业了的感觉 已经毕业了吗 虽然还没有公布成精 还没有毕业典礼 对 但是所有的成绩都已经 工头都做完了 接下来就只能听天有命 其实我觉得可以进到九强 来到三强 是个奇迹啦 所以真的觉得可以和霆锋 因为我一直觉得霆锋真的很优秀 我觉得可以跟她同台并肩的作战 真的是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真的是非常客气跟客套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说说 恭祝大家就顺顺利利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 顺顺利利 谢谢 他们访问的嘉宾 将会是我们的新评审之一的 曼光 李国皇 谁能让曼光愿意透露 不为人知的秘密 谁又能挖出最劲爆的八卦呢 准备好的话 正式开始 自己没有马克服务的就是 OK 不可以说自己没有马克服务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我是自己没有马克服务的 怎么可能你这么多代言 所以你敢说你现在住 就是 你现在公司的艺人都是 因为你是他们的老板 很开心吗 对 很意思吗 他们 因为你是他们的老板 你觉得他们开心吗 今天寻找新声音大决赛的冠军就是 平凤 来 总冠军我们来聊一下天好不好 我知道刚刚你在寻找新声音 讲了一大串嘛 说点不一样的吧 好 我刚刚其实我忘记感谢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改变的人 然后这一次要做出这个改变 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 计划 然后行动 恭喜婷芳 恭喜 谢谢学姐 没有 恭喜 这就是要欢迎昆华战队 太好了 也是这一届的寻找新声音冠军 婷芳 首先我一定要特别感谢昆华老师 他不是用生命 用热情 教出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吗 是个问题 而且你讲的有点连强 没有 她自己也有疑问 我跟你说婷芳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回去看前面的那个 选导师的那一集呢 是我选她 跟她根本没有选我 从头到尾也没有讲过她要我 然后现在她赢的呢 在台上也是 就是讲 待会去看社交媒体就会知道了 这样 就仅此而已 没有 我会学习 我会学棒 欢迎两位中央级评审 欢迎 谢谢 那我想问Marco 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冠军是田风 他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冠军人选呢 老师跟你讲 就是说在前面的五级 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冠军项 可是自从第一个回合比赛之后 我就觉得三个都是势均力敌 所以在第一个回合 我们所有的评判 包括佼佼 我们在决定谁要进入最后一个 总决赛的时候 大家都很头痛 大家的分数都是在那边 不是一分 是零点 有点 这么细 对 那库朗老师 我想问你 你对于刚刚停风的表现打几分呢 当然是满分 十分 对 在一个这么紧张的情况底下 还要完成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更不要说第二回合你要面对Marco 你又不知道他突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招数 没错 他都可以见招招招 我就觉得可以给停风满分 有点稳扎稳打 那一定有加强的部分 对不对 对 加强的部分 我是希望他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上一届的寻找新生意的冠军 萧欣妮的影片 我觉得要跟他多多学习 不要这样讲 我真的很紧张 我觉得我输他们太多 没有 我觉得欣妮的临场反应非常好 这是停风可以接近的地方 不要这样讲 我现在压力很大 欢迎三位评室 欢迎 谢谢 那佳慧姐 我知道最近 伍克勒勒来了一位新主持人 林品隽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今天我们这位总冠军 停风 你觉得他有机会可以代替 品隽的位置吗 对 你这才刚来 你就要取代了 品隽是我兄弟 我没有在管的 哇 代替这个字说得有点严重 因为呢 其实像我们的品隽也是在幕后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才正式可以来到呢我们的这个呢 全天后的班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到停风的话 就只能说给他多一些时间磨练 还是有机会到任何一个电台呢 去当这个全职的DJ的 是 那说到这一个 我知道 下一个电台 自己心目中是不是有一个人选 想要找来 装进自己的电台的呢 《九强》当中 Love972呢 海纳百川 谁都可以来 你看我们高矮肥瘦 对不对 男女适中 请说一个名字 请说一个 我觉得为了咱们家的长辈着想 就是冰哥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只能挑Unis 我就说你还想美女 不是 是不是 我纯粹是为了冰哥着想 你想冰哥他每天要有动力来做广播 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子 我要找到他动力的来源 原来那《九五八》呢 林轩 好 《九五八》 我觉得他需要这一种DJ特别重要 就是说无论他在找新闻 准备资料的时候多么地手忙脚乱 但一开麦之后就要非常地镇定 我觉得在所有九强新学院里面 最稳的就是Teresa还有宇荣 那这两位真的很难选 我觉得交给家镖吧 好不好 我今晚所看到他们拼命伤狼的精神 跟他们在之前的都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挑战真的太难了 尤其今天的最后一关要去访问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 他们可以做到那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我们都知道九强是军立地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是Marco 九强里面你最看好的是谁 觉得他被弱选很遗憾想要把他 你知道 挽回回来的话 就是那位来自印尼的参赛者Kalisa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稳 而且可以上镜 在努力地在减腿的数值上面 只有我觉得她是一个可召制裁 那Kim姐呢 我喜欢加瑞 所以我觉得因为她的个性的关系 有点像我 比较内向 对不起 完全看不出来 就有点局限 所以我希望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时间 让她锻炼她自己 我觉得不管是她的身影也好 她的形象也好 都可以走很远的路 我个人觉得她先天条件 就跟Kim姐一样一样亮眼 那屏风我想问一下 这样一路走来 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什么不好的评语 或者吐槽你的部分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 你想要对镜头前的他们说 谁说又矮又丑 不能成为DJ的 昆华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她蛮高的 其实我在她旁边 而且我最爱 我最爱 因为我来对你这么可怜 学员不要谢我 还给主持人吐槽 那我也知道总冠军这次心情 是比较镇定的 我们有什么话 想要对第二名跟第三名说吗 呛一下 吐槽很厉害吗 我不敢 我不敢吐槽 厉害完全是因为昆华老师 看到你们坐在台下 我真的很羡慕 原来只要像你们这么没有才华 就可以这么舒服的作者 所以你说刚才的全部都是因为 昆华老师构建了 不是 是因为那个稿子 你知道我们来回修了好几次 所以我想的昆华老师又不喜欢 然后我再想第二个会 他又不喜欢 所以最后整个稿是 老师有贡献的 对 我们一起完成的 应该这样说 我必须说吐槽大会 完全是昆华老师的强项 所以也是 好 谢谢昆华老师 谢谢总冠军亭峰 恭喜亭峰 谢谢老师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按赞和订阅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再见 恭喜 恭喜冠军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